什麼? 吐司液還有鈉含量? 吃起來不鮮啊 開心享受 享受人生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你老師Ricky 今天跟大家談談鈉 衛生福利部建議 我們每日鈉含量攝取不宜超過2400毫克 就是6公克的鹽 所以常常聽到大家講 不要吃鈉含量太高的食物 煮菜鹽巴不要加了太多 不過其實鈉也是維持我們身體 其中必要的一個營養素 它是我們身體的電解質之一 它對於我們的神經傳導啊 肌肉的收縮都有很重要的一個作用 而我們日常生活中最常攝取的來源 就是我們的鹽巴 而我們每次攝取過多的鈉呢 對於我們的身體會有哪些短期的作用呢? 像是大家一定聽到別人說啊 我昨天消夜吃鹽酥雞啊 今天就水腫了 我昨天偷吃一碗泡麵 早上起來看起來喔 好腫喔 那還讓攝取過多呢 會水腫 主要就是因為我們身體呢 希望鈉跟水呢 保持在一個特定的比例 鈉的比例上升 身體就會想盡辦法 把水給流下來 達到一定的比例來去維持 所以你看起來就會水腫啊 還好如果你短期內攝取太過多的鈉 會讓你非常的想喝水 增加體內水分的一個攝取 將鈉呢暫時性的給它沖淡 再藉由我們的釀液去排出 其實到底就跟前面是一樣的 身體會希望呢 鈉跟水呢 保持特定的比例 所以當你大吃大喝之後呢 隔天發現體重的上升 大部分都是水分的滋留 就是水腫 不可能啊馬上變成脂肪的 但如果你每天都這樣吃 也是會逐漸變成我們脂肪去囤積的喔 不過就像我說的 不管什麼食物都是一樣的 太多太少都不好 也不是要告訴大家說 那有多可怕 所以之後就覺得啊 你老師Ricky有說過 那不可以這樣吃太多 都不要吃了 這樣也不好嘛 故於偏激啊 所以大家要清楚的知道 不管什麼東西都一樣 控制份量跟數量 適量才是最重要的 今天呢就來告訴大家 6種的那含量比較高的食物 很多款啊 吃起來其實都不鹹啊 大家可以之後呢 再吃到這6款食物的時候 多多去看一下它背後的營養標示 第一個火腿 每100公克的切片豬肉火腿 就含有106毫克人啊 主要是因為火腿呢 是用鹽去醃漬的 不過如果是偶爾早餐點個火腿蛋餅啊 火腿吐司當然是沒問題的嘛 但如果是每天這樣吃呢 就比較不建議了 有些人可能還要把它當成你的下午茶 那好幾片火腿再吃 這樣都是比較不適合的 也盡量啊 不要用火腿這類的加工食品 來去取代我們的原肉類好不好 還是希望大家可以多攝取原型食物啦 拜託嘛 第二個 吐司 每100公克的吐司呢 含有443毫克的鈉 聽起來好像還好 但其實兩片半的吐司 就有600毫克的鈉 也就是說啊 大約8到10片的吐司 差不多就是鈉 就是鈉含量一天的建議攝取量 但我相信吐司絕對不會單吃嘛 也要額外加其他的東西啊 鈉含量會繼續往上來堆疊 更可怕的是呢 所以很多人都不會注意到 我們吐司也含有鈉的 其實很多麵包也是一樣的一個道理 所以大家在吃麵包跟吐司的時候呢 一定要注意你的份量的攝取 除了鈉含量呢 還要注意我們碳水化物的一個份量去控制 吐司呢 建議大家一天吃個兩片當作早餐 而且記得要加健康的食材喔 這樣就可以控制好我們的鈉含量 跟碳水化物的總量囉 第三個 甘若 也就是我們的起司 每100公克的切片甘若呢 還有1594毫克的鈉 雖然蛋白質是不錯 還有鈉含量也非常的好 不過其中鈉含量 大家真的要特別去注意 很常發現今天跟你姐妹去吃下午茶的時候 點了個起司拼盤 閒時總會 不知不覺 起司吃完了 其他食物呢 也還有鈉含量你也吃完了 一個不小心就爆表 甘若裡面呢 也有非常多的鈉 所以讓你越吃越上癮 不知不覺你會攝取過多的一個問題啊 所以通常甘若也都是全脂肪的 所以熱量也是比較高的 這要特別注意 第四個 蕃茄醬 每100公克的蕃茄醬呢 還有907毫克的鈉 所以很多的醬料呢 就算不是醬油 或者重口味的調味料 不代表著它不會鈉還能過高 所以除了一般市售的蕃茄醬 大家也可以選擇像是比較低鈉版本的蕃茄醬 或者是如果有需要的話呢 可以選擇不需要額外加鹽的 罐裝整顆蕃茄 當然當然 如果你買新鮮的蕃茄 當然是最好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講到現在第四個點 火腿 吐司 起司 蕃茄醬 這不是早餐店的火腿炭吐司加起司的組合嗎 不過其實如果不是每天每餐 注意份量的話呢 還是沒有問題的 不知道大家對於傳統早餐店的雷品有沒有興趣 留言告訴我一下 很多人想知道的話 那我們就來拍一期影片吧 第五個 泡菜 每100公克的黃金泡菜 含有497毫克的一個鈉 韓式泡菜呢 每100公克呢 就含有487毫克的鈉 韓式泡菜呢 是每100公克有330毫克的鈉 大家可能還沒有什麼概念 可以看一下這張圖 小罐的愛之味泡菜罐桶就是190公克 所以份量不多嘛 有時候不小心去吃小吃店 拿著泡菜的份量 一個不小心都會吃超過的 雖然說泡菜對於減肥來講 是不錯的發酵食品 但是啊 份量一定要去注意好 真的是要拿來提味就可以了 不要長期的把泡菜 當作我們的蔬菜 大量的去攝取 第六個 凱撒沙拉醬 這是我最意外的一個品香 因為我們吃起來 感覺完全沒有鹹啊 每100公克的凱撒沙拉醬 還有1275毫克的鈉 其實沙拉醬的鈉含量 都不是很低的 每100公克的和風沙拉醬 就有2853毫克的鈉了 不過和風沙拉醬可以理解 因為你可以感受到鹹的味道 但凱撒沙拉醬 卻沒有明顯的鹹味 所以在挑選市售的沙拉醬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一下背後的營養標示 或者是選擇低鈉版本的 如果自己做的話 你可以用低鈉醬油跟控制分量 當然就沒有問題了 今天跟大家介紹 六種鈉含量比較高的食物呢 不是要告訴大家說 這些都不能吃 或者是鈉不好 主要是希望透過影片的講解 讓大家可以在飲食呢 營養上呢 可以更全方面的去認識 不知道有沒有哪一項呢 是讓你比較意外的 第一個 火腿 第二 吐司 第三 起司 第四 番茄醬 第五 泡菜 第六 凱撒沙拉醬 我自己對於沙拉醬來講 是比較意外的 你呢? 留言呢 我知道 QA時間 今天是10款高蛋白開箱 下面在留言 請問 乳清有無在重訓後半小時喝 會有差別嗎? 因為斷食的時間安排 重訓會卡在中間 那依照我們的減脂金字塔 呢 斷食屬於第四層了 那你最重要的就是想減脂嘛 那第一層就是我們的熱量赤脂 所以這最重要的事情 第二層也有到啦 我們的經濟訓練 經濟訓練之後一定要補充食物 所以當這兩層這麼重要的東西 抵觸到斷食 斷食就要先拋棄 所以你要嘛不要斷食 要嘛就是控制你斷食的時間 如果想知道更完整的觀念呢 趕快去報名我們的 監製金字塔好不好 限時免費